公立主义的悔改 跟刚才讲的有一点关系 心理的疗法 很多人都会为很多的事情后悔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件事情 导致了一个糟糕的结果 公立主义的悔改 只是一种后悔 这一个悔悔改的主要的特征 就是以今生或者是以现在为一个坐标 它不是出自于对今生以后的关注 它是出自于对今生的益处的关注 而从而产生出来的深深的悔恨之情 悔不当初是因为现在 你注意啊 悔不当初是因为现在 而不是因为今生以后 以今生为导向的悔恨 削弱了我们对真正的罪和罪的后果的认识 它将我们悔改的对象 指向我们的一个外在的行为 我们曾经做的一件很糟糕的事 而不是指向我们的本质 在第一堂里面 苏校长所讲的 我们的本质里面的罪性 并没有真的被对付 但是施洗约翰说 你们要悔改的一个原因 你们要悔改的一个背景 一个强大的推动 甚至也是一个强大的压力 是什么呢 是天国尽了 天国尽了 所以悔改是天国的福音的结果 而不是今生的福利的一个结果 很多人其实在他的骨子里面 他会这样说 如果我后悔 如果我悔改了 我会重新得到这份工作吗 如果我悔改了 我的婚姻会变好吗 如果我悔改了 下一次签证能够拿得到吗 你明白吗 如果我悔改了 我能够有今生的利益吗 人们总是想用悔改去交换 或者改变今生的利益 这个不叫悔改 这个叫赔礼道歉 从小我们就知道 除非你赔礼道歉 否则你就惨了 否则这件事情就无法挽回了 对不对 所以就算硬着头皮 也要赔礼道歉 你们干过这样的事吗 硬着头皮 你也要赔礼道歉 不然这件事就惨了 反正我干过 但是 约翰在这里呼召的悔改 只有一个原因 天国尽能 约翰在这里呼召的悔改 只因为一个人 就是那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所以真悔改 只有一个原因 出于天国的福音 而假悔改 所有各种各样的假悔改 也只有一个原因 出于今生的福利 就让我说 所有的这些假悔改 功利主义 实际上是他最终的一个特征 所以让我总结一下 一种是道德主义的认罪 它似乎是我们在处理我们跟我们灵舍的关系 一种是内在的治疗 内在的心灵释放的一种认罪 他好像是处理我们跟 跟我们里面的那个自我的关系 但这两个关系都是平面的 平面上的悔改 通通都是假悔改 因为真悔改是垂直的方向 真悔改是因为弥赛亚来到了我们的当中 真悔改是因为天国来了 天国因为弥赛亚君王的来临 而来临 这是你悔改的 唯一的方向 你悔改的唯一的原因 你悔改的唯一的动力